一名雪州大城机构MBI前高层和一名商人 因为涉嫌开采杀石贿赂案 在10月10号遭到反弹会逮捕注查 反弹会主席阿战巴基向阳光日报表示 反弹会将会援引2009年反弹会法令第16条文展开调查 其中一人将延扣5天直到周二10月15号 还有一个人因为身体健康问题 在法庭的指示之下获得释放 另外反弹会冻结了15个公司和个人银行户头 早前消息人士向阳光日报透露 被捕的两人和一名知名的雪州反对党领袖有关联 那么这名MBI前高层疑似从一间公司收取百万令吉 以换取该公司或授权开采杀石 而被捕的商人则是作为中间人负责收取汇金 另一方面今日就大马今天引述反弹会的消息报道 反弹会昨天晚上突击吉隆坡一间公寓 超过了大约500万令吉现金 而这个公寓单位就是被用来当作是安全屋 safe house存放贪污所的 一名知名政治人物巨姓指示商人 将某些人提供的钱存放在安全屋 而这些钱是为了这个政治人物用于政治活动而存放的 期待